源于20日一次海上搜救行动,日本指责韩国军舰火控雷达,锁定一架日本侦察机,遭韩方驳斥,两国闹出外交纠纷,协制24日,人无缓和迹象,一些人推断,日韩关系可能进一步误化,短期内难以回暖,闹出纠纷,韩联社报道,这桩纠针始于韩国广开土大王号驱逐舰,20日执行海上搜救任务,日本方面声称,这艘驱逐舰的火控雷达多次锁定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架屁妖型侦察机,日本独卖新闻报道 日方官员认为,韩方驱逐舰配备的火控雷达,锁定日本侦察机之举,相当于实施军事打击前预备步骤,最佳日本右翼报刊,援引日本自卫对一名消息人士的说法 如果美国军机被其他国家的军舰火控雷达瞄准,美方早就朝对方开火了,针对韩国军舰雷达锁定日本侦察机一事 日本政府21日公开谴责韩国当局,韩方随即反驳日方,显示广开土大王号20日搜索当于海内的一艘朝鲜渔船,出于人道主义救任目的启动雷达 韩国强调,韩国海军没有采取任何可能让日本感受到威胁的措施,不是为跟踪日本侦察机而启用雷达 韩国海军说,20日救起三名朝鲜船员,并打唠叨一句一体,21日交还朝鲜方面 关系虚冷,韩国外交部东北亚局长金融级与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州局长金山限制24日在韩国首都首尔级行局长级脱伤 韩级最新纠纷,韩日双方国防官员出席这次脱伤,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韩国官员,告诉韩人社记者 韩国官员在脱伤时说,日本方面未经核实,便单方面向媒体发布消息 我们表达强烈于汉,证明韩国官员披露 韩日官员虽然在24日磋伤中充分解释各自立场,但是仍然存在意见分歧,双方商定 必要情况下,将继续保持沟通 日本防卫大臣延屋翼22日要求韩方就这一极其危险的举动,向日方道歉 一名日本防卫省官员,23日重申延屋翼所提要求 知情人士说,日本防卫省相信韩国驱逐舰20日执行海上搜救任务 但不接受韩方就火控雷达使用情况的说明,双方不少人担心 日韩关系可能进一步误化,难以好转 多家日本媒体援引日本首相府一名官员的评估 日韩关系现在不可能好转 东京新闻说,证明官员言论可能反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双边关系的判断 杨淑仪,新华社专特稿,制图,互说 近年来,兵源大省山东省的征兵工作,在全国成为风向标 2016年,山东省征兵工作五律考核排名位列全国三奖 2017年,五律考核排名月须全国第一 2018年初,在军委国防动员部调开的大学生征兵工作会议上 山东省作为兵役机关代表,介绍了征兵工作经验 他们探索走开精确化对接调查,规范化考察选拔 基地化储备培养,信息化派定型都,科学化分配并兵的精准征兵模式 受到广泛关注,并被军委国防动员部列为 2018年度精准征兵试点胜分,感加苦恼,一个难题 问题亦是催生精准征兵理念,蝴蝶蜕变 需要经历一个艰辛过程,探索一种新理念,新工作模式 也需要经历碰撞与冲击 时针回播到2016年,在一次征接兵双方座谈会上 多位部队领导围绕兵员素质,谈了心中苦恼 越来越多的新装备列装部队后 高素质兵员需求大幅增加,击变兵,卫生员等专业技术兵员培训周期长 依靠部队自身培养能力有限,一段时间以来 所争非所需的现象,在部队比较普遍 一位来自海军舰艇部队的领导职员,舰艇上培养一名优秀的击变兵 至少需要9个月以上时间 我们特别希望在高校学轮技专业的青年,入伍到我们单位 和现实是,我们想要个苹果 结果却送来了压力 兵役机关的同志苦恼也不少,和各军兵中部队没有隶属关系 部队哪些岗位,需要哪些专业人类的兵员,需要多少凝短情况 部队难以提供精确信息 这时工作中难以对接 两家苦恼 一个难题,仍打不匹配 争虚不一致 建设强大军队 兵役机关则无旁贷 输送一流兵员 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完成任务阶段 必须及时转变理念 改变传统征集模式 促进征兵工作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强军目标贡献力量 山东省军区司令人赵俊鲁斩兵截铁地说 三省军区及时召开党委会 反复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监设相关重要论述 深入剖析当前征兵工作存在的短板削项 逐项剖析原因 研究被测措施 没有精准的数据支撑 向部队精准输送兵员就成为一句空话 为此 三省军区先后派出四个走访组 登海岛 上高山 进大漠 走边关 深入陆军 海军 空军 火箭军等军兵种十余个部队机关 四十余个基层单位 了解部队急需港位人才缺口情况 成立三个征兵调研组 奔赴17个地市 137个县市 区兵一机关了解辖区内广大士零青年专业素质情况 将该省272所职业类院校中 具有专业特长的优秀青年 陆入相关数据库 2017年年初 山东省心虚自上而下 刮起 适应改革大士 改进征集模式的头脑风暴 卸力而精准对接 精准动员 精准选拔 精准输送的理念 他们还将精准征兵工作 向山东省委 省政府领导 做了专门汇报 推动将此项工作 列入地方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目标 着力从军必需求 法规政策 工作机制 素质评定 信息技术 人才对五六个方面搭建工作体系平台 一种筹划酝酿多时的 征兵工作系模式呼之欲出 覆盖全流程 贯穿各环节 系列组合拳 助推精准征兵实践 结合工作实际 山东省心虚把精准理念 覆盖征兵全流程 贯穿征兵各环节 打出了一套不同反响的组合拳 利用大数据筛查并使 去年 山东省征兵办会同省委纪委 建立征兵体检信息化平台 专门预留士林青年数据窗口 完善详与人口信息 健康档案 电子病例 基础资源四大资源库 做到平台共享数据库 疾病编码 接口规范 IP地址 数据管理发布 五统一 实现全程管理 充分利用征兵体检病史筛查系统 开展预征对象病史筛查 新年征兵期间 山东省各级征兵办公室 供收集83,658名上站体检青年身份信息 反馈士林青年病史信息 821条 淘汰有隐性病史的青年 468名 首创疫情教育训练模式 2016年 山东省在先行探索的基础上 在各县市 区 前面推开预定新兵疫情教育训练 他们按照模拟化组织 正规划训练 封闭式管理 全程化淘汰的原则 坚持全人参加 全面考察 全程淘汰 让预定新兵真实体验军营生活 感受部队氛围 进一步端正入武动机 打捞体能基础 提高适应能力 卖好军营生活第一步 今年 该省共有40125名双合格青年走入操场 通过急需筛选 有5547人因各种人因不宜入伍 做了劝退处理 打造专业技术兵员储备基地 山东省积极印托省内普通高等职业学院合计工院校 为部队并向培养专业技术兵员 推动大学生征兵工作 由数量规模向质量效能 由学历层次向部队需求 由一次性选拔 向全城规宗培养软变 实现专业技术人才的军地无缝被接 接续培养 目前 山东省征兵办 已从全省272所复通高等职业合计工院校中 先选出10所院校 作为专业技术兵员储备基地 建立健全计划制度 会议制度等六项工作制度 确保专业技术储备基地规范建设 有序域行 这两年 该省储备基地400余名学生 被录取为执招事官 联发精准兵兵辅助决策信息系统 据山东省征兵办刊蒙无强介绍 这个系统主要围绕部队接到想要的兵 青年 奔道想去的部队的理念 按照真行评价 参考意愿 人岛匹配 对可辅助原则 探索建立一加三加X人评价和需求提报模式 系统根据青年学历 特长 性格 经历 年龄 党团关系等情况 根据部队要求 自动进行人岛匹配 为集体定兵 提供参考依据 并兵阶段 兵役机关和接兵部队 共同对接兵员需求 B 等应辅助决策信息 科学进行兵员分配 量财是岗 人岗相宜 征需一致产生多重正向激励 两年来 精准征兵在齐鲁大地持续引发粘鱼效应 对接兵部队而言 入伍新兵由征需脱节 逐步实现征需一致 2017年 山东省根据海军提出的12个专业 300名专业技术兵的需求订单 在确定预征对象 资配征集任务 集体审批订兵等各个环节 实施精准对接 实现了精准输送 山东省军驱动员局局长王献正告诉记者 他们前往资伯 滨州等7个市进行调研 先后组织四次精准征兵研讨会 按照南台市港 人港相议的原则 瞄准对口专业 一线站位 近期新装部队 进行精准周集 今年 该省军区为陆军 海军 空军 火箭军等军兵种 精准输送具有汽车维修 机电一体化 林长尼学技术等 30余个专业特长的先一名新兵 实现了争识一致 人尽其才 对征兵机构而言 征集兵员由概略撒网 逐步向京线瞄准过渡 一位长期在征兵一线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从去年开始 兵役机关的工作量明显增加 从宣传动员到需求对接 从选拔培养到跟踪兵兵 全程参与 精确实施 精细到每个家庭 每名青年 青年 山东省与部队先后组织三次对接 主要对部队的岗位类型 以及不同岗位 对征集兵兵的具体需求情况等问题进行了解 为精准分拨计划提供详实依据 为最后的精准兵兵提供需求参数 专武干部徐国强深流感触地说 过去征兵向撒网捕鱼 现在征兵是精确制导 对应征青年而言 实现由被动输送到人岗匹配率逐步提高 好刚用不到刀刃上就是浪费 如果优秀青年进入部队 发挥不了特长 就可能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山东省推开精准征兵后 人岗匹配率明显提高 在青岛海军卯不服役的战士齐鸿强说 在大学里 我学的是基点一体化技术 对系统控制和电子技术专业知识比较熟悉 入伍后 部队领导和战友都夸过进入角色快 专业水平高 精准征兵大大激发了高速制青年长期服役的积极性 继高密室人物不统计 实行精准征兵以来 两年服役期满后 转改士官的人明显增多 与此同时 退伍采乡的减少了30%以上 对高校而言 以前开展征兵靠感情协调 现在是积极参与 以往 高校征兵缺少政策支持 部分高校领导对征兵工作热情不高 为此 山东省征兵办联和山东省消育厅 下发了大学生应征报名和参军入伍指导计划的通知 将征兵工作作为高校建设的重要内容 放入院校综合评价体系 与学校考评 招生等工作挂钩 与此同时 在该省144所高校成立征兵工作领导小组 从一挂牌建立征兵工作站 省征兵办和交易厅 建立大学生征兵工作沟通联系 应急通报 检查督导 表彰激励等机制 每年通报表彰一批大学生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 一整套扎实举措有力推动了高校征兵工作健康持续发展 特别是专业技术兵远储备基地的建立 在全省职业任校中引起极大反响 这两年 不少高校和职业任校的领导主动找到当地兵役机关 纷纷申请要求建立专业技术兵远储备基地 承担培养军事人才的任务 刘佳楼 韩树峰 郭玉聪 据一万媒报道 英国军队正在举行17年来最大规模军事演习 以应对俄罗斯威胁 演习从10月1日开始 月底结束 此次演习代号为力剑三